這個目前就是中芯國際嘛 那一般是認為 一般是認為他用既有的DUV嘛 然後 7奈米的製程做重複曝光 也有人說是14奈米 反正就是做出7奈米乃至5奈米的效果 那是5G晶片大概是這樣 那其他的部分 美國也沒辦法了 那衛星通話你怎麼弄 所以這算突破科技封鎖了嗎 呃本來 本來事實上14奈米就可以透過重複曝光 那重點是成本 因為你手機是一個全球競爭的產品 那你有沒有辦法把價格壓在一個水平內 你如果是用比如說台積電啊 台積電用3奈米5奈米 直接製造 那他良率跟成本都會比較低嘛 所以考驗的中心的部分就是 第一個就是重複曝光的成本多高 然後良率有多高 所以大家就認為這個問題還沒完 因為大家接下來要看華為的出貨量 他如果能夠賣非常多的話 代表說他真的也突破了 就良率一定是有一定的比重嘛 那因為華為 他本來在第一時間傳出的是 他Mate系列全年要做3000萬支 然後Mate60要做600萬 600萬支而已 對只有600萬 那後來 就說提高到4000萬 因為可能會連動 帶動其他Mate的銷售嘛 那後來因為Mate的訂購實在太多了 有人甚至說已經有訂購到1億支了 上億 對 我想幾千萬一定有 所以他現在在慎重考慮要不要 就是我說今年啊 今年要不要做到1200萬 甚至1700萬支 那這個就考驗出貨了 你現在的產能要翻倍4倍 而且不是翻一倍是翻4倍 這個坦白講就是晶片 它的庫存量或製造能量 不過因為你不要忘了華為在 2020年的時候它的全球產能是2.4億支 那去年只有 就被制裁之前 對對對 那去年只有3000萬支 所以我坦白講我如果是中芯啊 我全力以赴工作這一支我就賺爆了 不是嗎 所以我應該把其他的產能都暫停 那樣來做這一支啊對不對 因為 它的潛在的定量一定好幾千萬啊 跑不掉 明年還要繼續供貨對不對 那目前聽到的是 平均一個月可以拿到手機 等一個月就可以了 差不多 目前還不知道啦 你做到12月那不知道嗎 所以 我覺得美國的一些科技部門 也在看 就是它的出貨量到底在哪裡 它如果真的就到那個程度的話 就代表它的科技制裁完全失敗嗎 因為現在有幾種說法啦 一個是說華為會不會 深謀遠慮到 把以前的晶片存下來 那這個就叫庫存 庫存這麼多 然後 拆光了嗎 不是拆完之後發現不是庫存 不是拆機之後發現裡面就是中芯自己做的 那是他寫中芯啊 你是說庫存上面可以蓋別的 當然啦 當然是啊 那 第二個當然就是中芯 重複光做的嘛 那現在 一般認為大概就不是 打破貿易封鎖 運進來的啦 那不太可能 不是黑市走私 這個不太可能 應該就是中國國內製造 要嘛就是過去庫存 因為中芯有做過7奈米 他不是沒做過 因為以前 在做那個挖礦 那挖礦 中芯有提供中國大陸的一些公司7奈米的晶片 那是為了挖礦 那那個量沒有這個那麼大 不過就是說他那個時候可以提供 那我估計是 良率啊成本都受限嘛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提供非常多 所以這一次為什麼大家會 注重他到底能夠出多少量 因為這個就會跟 前一陣子就是過去這兩年他所提供的那個7奈米的量 是不一樣的 那這樣就是有突破嘛 那目前是這樣啦 就是美國共和黨 國會就是眾議院嘛 當然那個Gallagher一定要講點話嘛 就說你看你們制裁失敗了 你們要更進一步的 禁止所有的技術 可是商務部會不會照做現在也不知道 因為這是他在那邊叫 他本來就該叫 可是這件事情讓美國丟大臉了 也還好啦 也還好嗎 也還好啦 就是這個 本來重複曝光就做得出來 現在重點是 美國認不認為這個行為 他必須進一步遏止 因為他並沒有違反 就是現在查到了真正違反規定了 有人說啦 說在 說在 有人這樣說 這個我不能證明 所以有人發現 裡面有人用海力士的記憶晶片 有海力士 對 可是問題是 海力士在中國有很大的投資 他也可能是跟他調貨 我講的是記憶晶片 可是這個人 並沒有得到證實 因為據了解有90%是大陸公司供貨 如果是海力士 比如說跟三星 在大陸廠供貨 因為他本來的產量就非常大 那這有違規嗎 理論上沒有 他不管以前已經去投資的 你不能再去就對了 他現在的提法就是完全針對華為跟中心 而且他是講的是要追溯 以前已經給的 全部都要收回 我這個人講話就跟放屁一樣 也不用太理 因為商務部的決策才是政策 就是基本上 商務部以前並沒有說海力士在中國國內 不能賣東西給別人嘛 他們以前對華為跟中心 並不是說禁止所有技術 因為他出口給他的是 是技術規格以內的產品 他並沒有違法 所以他現在你 給你技術規格以內的東西 結果你做出來了 所以我當然要進一步卡的話 我說要再往上面 沒有 那個技術晶片並沒有違規 他並不是說給他超規的產品 沒有 我說就是你 沒有給他超規的產品 給他一般的產品 結果他做出來 我做出來突破的不是這個部分 因為一個手機的構成 一定要有別的產品 那一定有記憶晶片 他這次突破的並不是記憶晶片 突破的是 那個我們說中心那個5G晶片 那是通訊晶片 所以有人認為 受到最大打擊的是高通 是高通 高通是最大打擊 因為高通是通訊晶片 那連帶的受到打擊是聯發科 因為華為證明他可以做IC設計 然後EDA他自己也完成了 所以就是最大打擊 第一個是高通 因為他是通訊晶片 然後接下來就是聯發科 IC設計 三星跟海力士並沒有做通訊晶片 他是做記憶晶片 所以 我昨天就在看這個人在講話 我就說這個傢伙就是一個科技白癡了 才會這樣亂講話 什麼叫做停止出口所有技術 那就這兩家 就斷絕往來 那這兩家是做戰鬥機是不是 你如果是做戰鬥機 你當然是這樣幹嘛 戰鬥機 美國有在管這個的嗎 沒有 美國以前如果說會制裁 到禁止出口所有技術 一定是軍工 那當然是軍工 而且一定是最頂規的軍工 他一定要把你封死對不對 比如說做核武啊 做戰鬥機啊 做導彈啊等等嘛 所以我就不知道他來講什麼 如果你要針對某家公司全部封死啊 那請問你美國提供了什麼 因為事實上真正能卡到中芯 我隨便講好了 中芯因為他長期也在做晶片 所以他也有庫存的DUV啊 所以你現在即使你叫荷蘭不准賣DUV給他 要把舊的也收回去才行 也沒有用 因為中國的DUV大概有上百台 所以這個沒有意義 那能夠立即產生意義的可能就是說 日本你那個半導體化合物全部都不能賣 那個膠不能賣 光刻膠 光刻膠 可是沒有人會做到這個程度啦 日本的光刻膠可能不會賣給 這個軍工的東西啦 可是 你叫他民間手機的也不能賣就 你這個說不過去啊 而且人家並沒有超規啊 他現在可能是崩潰了 所以開始有一些不理性的理由 所以我說這個 這個英文叫Raving Raving就是跟狂犬病一樣到處亂叫 那最終還是要看商務部要決定怎麼做 我覺得商務部 像這個Ramando事實上 回美國之後 因為他覺得他在中國沒有得到他藥的 所以他立即就宣布了一個政策 我覺得他能做的就是這一類啦 就是 對於什麼出口 到那個中國大陸投資高科技公司的所有資金 每一項都要做安全審查 類似這一種 我在想商務部 能夠對中興做什麼 什麼樣的禁止 美國本身的禁止真的非常有限 他能夠做的叫刺激制裁 就是聯動其他國家都不能賣 這樣才有用 那聯動其他國家我隨便舉例 比如說豪偉這支手機有兩家台灣公司 一個是大力光 一個是文貌 你是不要用刺激制裁 叫這兩家以後也不准再賣 不准跟他做生意 那當然也包括 所以現在開始要影響到台灣 比如說阿斯麥 那個聯方科一定受影響的 因為人家通訊晶片 以後搞不好可以從中心出貨 我為什麼要買聯方科的 把通訊晶片高通 所以有人說高通的股價一定會重跌 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中國大陸的營售62% 那如果說中國的公司 可以做出5G效果的通訊晶片 那我理論上 別家公司也可以不要跟高通買 因為比較貴嘛 比如說小米啊 vivo啦等等 所以他會擴出去了 那 所以第一個衝擊的一定是通訊晶片 那 IC設計 當然這個人家就會想說 欸華為也做出了EDA 那別的 別的公司搞不好也會 開始比照啊 那這樣那個聯方科的IC設計也會受到衝擊 那可是我覺得美國真的要制裁 進一步制裁啦 尤其是對中心啊 要產生作用 一定要擴及次級制裁 就是對日本 對荷蘭 對台灣 還有韓國 出口到中心的東西都要 下令全面禁止 可是我不認為這些國家 除了台灣之外 我不認為這些國家會照辦 因為你 不可能配合到這個程度 而且完全超乎 規格啦 因為人家又不是軍工產業 你憑什麼要把一個公司給搞死 而且你如果這樣搞 乾脆拿導彈轟了他好了 你如果這樣搞 我認為中國大陸也會有激烈的反制